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你必须得关注这两个法案 为什么 因为很多坏东西都是从加州出来的 现在在加州这个议会里面不知道怎么那么多人就满肚子坏水 他们成天就是他们的full time job 就他们全职的工作就是想着法的立这些法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来聊一聊两个危害极大的法案 如果这两个法案一旦在加州被提出来 那么全美可能各个州的民主党人都会接二连三的提出来 那美国有了这个 哎 别的国家之后也就有了哈 就是有样学样 所以呢今天来跟大家来探讨 那么第一个法案呢 就是这个加州的众议院提出来的哈 叫AB1078这个法案 那这个法案说什么呢 是这个法案呢 如果一旦通过了之后 他将禁止学区从图书馆 还有教学材料里面把书给挪走 除非什么呢 除非这个学区啊 得到了加州教育委员会的批准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校董会 我们有一个学区哈 大家呢 如果要是一直在看新闻的话 你就会发现很多现在非常不合适的书籍居然出现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面 那这个当然有很多LGBTQ的东西了 或者是儿童不移的这些书籍都会再出现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面 那么图书馆里面出现这种书 你怎么要把这种书给挪走呢 那很多家长就去抗议嘛 就是这种书不能出现在图书馆里面 然后学区一听一看说 哎呀 这书的确不合适 那家长都反对反对成这样呢 咱们就把这个书从我们学区的图书馆里拿走吧 但是这个法案是什么呢 就是不管你看到了有多么不合适的书 你是没有任何权利把这个书从图书馆里面挪走的 不管家长怎么抗议 学区也没有任何的权利 可以把书从图书馆里面拿出来 移除资料啊 不可以 除非什么呢 除非必须要得到加州的教育委员会批准了 说这个书我同意你拿走 你才可以拿走 他如果不同意 你就没有办法自行的 不管是家长怎么反对 学区怎么反对等等等等 所有人你再怎么反对 没有用 这个书还会一直在那里 所以呢 说白了 这个法案怎么样 这个法案就是加大了国家对于教育方面的控制啊 你没有什么资格说了 我认为这个不合理 不行啊 必须得国家同意 国家同过 而且国家必须要参与到当地学区的决策的过程里面 那原来参与这个学区的决策过程是谁呢 是家长 对吧 那现在呢 家长说话已经不管用了 学区说话也不管用了 必须是国家要参与到学区的决策过程里面 那如果大家就想了 就说 多奇怪啊 这个学校的图书馆里面到底能出现什么儿童不移的东西呢 你说会不会像一些什么穷谣小说 是不是 那个青山山羽毛蒙啊 那个拉拉手亲亲嘴啊 下着大雨 拥抱一下啊 是不是就是这样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完全超出了你的想象啊 那在这边呢 我们有一点教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当然这个教材只是非常小的一小部分 你如果要去发现这一类的书籍是非常非常多啊 但是我们今天只给大家举一个非常少的几个例子 让大家来看一看现在的书都是什么样的 那么现在就看一看呢 图书馆里面会出现多么不恰当的书籍 这么要做 It's perfectly normal 非常的正常 就是非常正常 什么叫非常正常呢 如果有一件事它要是正常就不需要说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本书里面在讲的是不正常的事 但是它告诉你这个是正常的 那这本书呢 是加州啊 整个加州校园的图书馆里面非常非常流行的一本书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来跟你展示在这本书里面都有什么 如果你现在在跟你的小孩一起在看我们这一个节目啊 请小孩火速撤离现场啊 该去哪玩去哪玩 上别的地方去 因为接下来的画面是不堪入目 是不适合小孩子来观看的 OK 好 这右边有三个图片呢 就是 就是他们讲的应该是三种性别的结合吧 因为在这本书里告诉大家就说 什么样的都可以 一男一女 不光有一男一女 就是所有性别在一起其实都是正常的 那上面第一个图片呢 就是 恶心啊 为什么要看这个 我后背都出汗了 对不起 不是 就是主要呢 不是为了恶心大家 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必须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比较恶心的画面啊 那第一个就是说 男人跟女人啊 它说有三种的男人跟女人 第二种呢 就是两个女生 第三个呢 就是两个男生 那好 我们来读一下说 这个地方它写了什么呢 Sexual intercourse is only one way of expressing love Another kind of sexual intercourse happen when sexual parts of two people who have female body touch or when the sexual parts of two people who have male body touch This kind of touching can make the whole body feels good, feel sexy 那接下来呢 这本书你们不光是告诉小朋友哈 就是说 对 这个书是给小朋友看的哈 它那个书皮上写的是说 十岁以上的小朋友 你就比如说十岁了 我觉得八十岁看这种书都非常的不合适 那刚才讲了就是说 你不管什么性别的人在一起有性行为都是可以的 那接下来呢 它不仅是讲了这个乱性的这一方面的东西啊 它还开始讲就是说 你是任何的性取向都是可以的 你是谁 ok who we are straight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queer questioning plus 也就是说他他列出这些他觉得还不够 所以后面就是 questioning加个plus 就是你可以发明出来更多更多的东西哈 那所以你看他上面的这些图也都是就是他认为说 这些家庭或者这些情侣的组合都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你看他一般他都列出来三个 对吧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然后两个女的 两个男的 就是这这种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家庭的组合等等等等 但他现在放了transgender在上面的话 你就不知道这几个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还是 对 所以这就是没有男女的概念 概念了嘛 那接下来呢 就是这些里面的图都是非常的不堪入目 哎呀 什么东西啊 啊 谁会没事去 不是啊 这什么呀 这谁话这种话 恶心不恶心 谁话这种呀 然后不只是这个样子呢 还有其他的书在你们这个加州的这个教育 我们加州的教育 很多人不是在加州的 ok 不是 那可能全国性的呀 这也不一定只是在加州的 这个是book about pronoun 你的性别代词是什么 what are your words 然后就是he him she her 对 就这里面好像是看起来是教小孩说你要学会尊重别人 对吧 所以现在他们这都问了 一开始一见面说 哎 你好 说请问你的pronounce是什么 就是你希望我怎么叫你 那一分就可以说 我希望你称呼我为女生 对不对 或者我希望你称我为他们 或者他们的等等等等 就是你要自己去选择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这个介绍自己的方式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对 因为你以前介绍自己的话 我们一直都会有用一个别的东西来 让别人更了解我们自己 对 例如像说以前两个骑士面对面碰到的时候 我就会说我是谁谁谁 我是什么什么家族的 我爸爸是谁我爸爸是谁 然后什么什么这样弄上去 那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样子的东西了 现在代替的就是 我是Ethan 然后我的性别代词是什么什么 等于说我们尊重的东西是 我们的性别超过于我们自己的家人 也超过我们的传统 就是你到底是谁 对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叫做我的公主男孩 对公主男孩 你看下面那个小字 你看写的是什么 A mom's story about young boy who love to dress up 就是一个妈妈写的 就说我的男孩 我的儿子是怎么喜欢穿裙子 怎么喜欢化妆 怎么喜欢戴蝴蝶结 所以她这一个变态妈妈写出来的书 就是我的公主男孩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 Who are you the kid's guide to gender identity 你是谁 寻找你的性别代词的一个guide 好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资料 第二个呢 第二本书的第一页 就是刚才这本书的一个总和 就是在这个书里面出现的非常夸张的这样一个图画的总和 那在这里呢 他就会放各式各样的这个 gender ideology 这个东西 就像说不同的书籍啊 然后就介绍你的 你其实不是男的 不是女的 你其实是他们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让这些东西变得非常正常 你看就比如说像这个画里面 他画好几个人嘛 对不对 你看每个人的衣服上面都写说 我的性别代词是谁 那你就会突然看到说 在中间有一个女的 对吧 一个女的穿了一个hoodie 那在hoodie上写的是谁呢 就是一个女的 他写的是男的他 就是我认为我自己是男的 那他就是告诉你说 世界上有这些人都存在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 所以你不要看到一个人 你觉得他是男的 你就自动地认为他是男的 有可能他觉得自己是女的哦 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被他们已经正常化 那接下来还有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像说把明星的效应带进去 这个Alan Page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 之前很喜欢的一个明星 因为女演员嘛 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 你看这些明星都这个样子 你看这些明星都变形了 你看这些明星多自由 多有钱 多怎样怎样怎样 那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个其实就是在对于学区的攻击 对于学校的攻击 保守派 特别是基督徒在学校的声音 其实是越来越大的 越来越多的儿童部 一个的教科书 还有书籍 被校董会禁止 可能LA County比较少 但是像在Orange County St Bernardino County 是非常多的保守派跟教会参与的 政府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在剥夺地区的民主 校董会通常都是当地的居民投票出来的 是当地的人认为说 小孩应该要学什么样的东西 还有小孩的图书馆里面应该要放什么样的书 家长通常都是在乎儿童的 在乎他们的孩子的 他们想要保护他们的孩子 我小时候被我阿公抓到 我在看天心还是徐若萱的这个写真集 我阿公就把我抓起来打了一顿 然后就跟我讲说 小孩子不可以豪气哦 你阿公大的很好 那时候我才12岁而已 还是我我几岁忘记了 反正就是不大 那所有加州政府在做的事情 只是在搜刮更多的权力而已 要让完全不能干扰加州政府的洗脑 你完全不可以参与 你只要贪图方便 你只要贪图钱财 政府给你一个免费的托儿所 免费的教育 但是你没有权力做任何的决定 你没有资格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会用你跟你的地价税 把你的孩子洗脑成我们的红卫兵 而性只是一个所有的人都一定会经过的一个好奇跟幻想 是最好让孩子跟父母分歧的力气 他们会说的很好听 会说我们是正义的一方 OK 我们不会进任何人的书籍 只有坏人 只有独裁者 暴政才会禁止书籍 只有像说中国大陆 只有北韩 苏联 纳粹才会做的事情 但是左派他们其实进了非常非常多的书 圣经是在学校里面完全被禁止的 上课的时候老师是完全禁止使用圣经的经节的 只要是基督教 只要是有道德标准的 一切都必须要禁止 加州已经变成了一个 只要是真理事实 就全部都是保守派 基督徒的个人看法 学校是要创新的 崭新的 发明 想象力 他们嘴巴上要说的要是 平权 多元 平等 但是其实他们要做的就是 崇拜自己吧 做自己 跟撒旦一样忽略事实 丢弃人类的基本常识 跟维持社会的人品道德 反正就是禁书不是一个 只有坏人才做的事情 我们有义务要去禁止 不该在小孩子的生命当中存在的东西 特别是父母 我们会叫小孩不要去摸烫的东西 我们会叫小孩要早一点睡觉 都是你要去执行 你要去做到这些东西 但是在学校里面 他们就是要剥夺父母这个权利 他们就是要剥夺 现在不只是父母 校董会 民族选出来的东西的东西 他们都要禁止 对 而且你说父母到底有没有权利 或者是有没有资格 就是不让小孩子看那些不好的东西 对吧 你会选择给三岁的小孩看成人片吗 一定不会嘛 对不对 那你说这种东西应不应该尽 你不能拿什么人权的民主或者是自由的方式来解释这种东西 坏的东西就是不应该存在 而且家长应该是完全有权利 选择说我的孩子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在哀哀叫 对吧 就说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说那个学校都变成这样了 但是你在这个抱怨的同时呢 还是继续把孩子送到这样的环境里面 那么其实你的抱怨呢 就是大家不满意都知道 对吧 但是你的抱怨其实不会给现在的环境带来任何一点点的改变 因为你知道像这些加州里面的立法者 他们是拿很多的钱的 他们工资也很多 对吧 那当然这个工资只是明面上的钱 那背地里的钱有多少 那我们就是无从考量了 根本就不知道 那一定是非常非常多 不然的话这帮人不会说一而再再而三的 就一次一次都要当选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些人都在全职的工作去立这些法 绞尽脑汁的要让你的小孩变成一个坏小孩 就绞尽脑汁的要把你的孩子从你的手里给夺走 那如果你在用你的业余时间去在乎这些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他们比得过 而且我想再加一点就是 很多的父母会觉得说 这个是进步啊 就是性这个东西的确是要教育的啊 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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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研究显示性教育开始了之后 未婚的这个妈妈变多了 然后性犯浪变多了 然后这个堕胎的案例也变多了 各式各样东西都变多了 我们现在做的所有任何的性教育 在学校的性教育都只是在浪费你小孩 学数学学英文学写作 学computer science 任何这个东西的浪费他们的时间而已 所以说任何性教育的东西都只是政府在找借口 然后在剥夺你小孩学习的时间 然后剥夺你在抚养你孩子的权利而已 所以我们要拒绝所有的性教育在标题里 而且这种东西也不应该是学校告诉你的 你想如果学校去教这些 他就告诉你了 不光是男人女人可以啊 两个女人也可以啊 两个男人也可以啊 然后包括现在加州那个规定说什么呢 就是必须要给小孩子上这个防治艾滋病的这样一个课程 防治艾滋病 我们谁有艾滋病 我们都没有艾滋病 为什么没有艾滋病 你不要随便去跟一个陌生人有任何的性行为 你就这种东西你就不会被碰到 而且他们教小孩什么呢 就是说你防治艾滋病 那个有很多种方式 唯一就一种方式嘛 但他们就不让教 就是你不要有任何婚前性行为 然后你要找一个很好的洁肾自后的伴侣 完事就这样而已 你如果要是告诉你说 你可以跟所有人 你只要谁愿意跟你做 你就跑一个人做 你怎么能够保证你不得性病呢 是不是啊 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无解的东西 所以这种东西 应该是家长去告诉小孩 而且告诉他是你要如何保护自己 这些东西是应该你去告诉小孩的 而不是把你的小孩放在政府的手里 然后让他们变成什么男不男女不女 然后每天喜欢乱交的这样一群人 那除了刚才这个法案之外呢 其实还有啊 在整个美国有一部分的孩子呢 其实是生活在寄养的家庭里面的 那这个原因有很多 那有一些呢是因为说被父母遗弃了 有很多父母呢非常不负责任哈 就不想要这个小孩了 他就把这小孩送到什么那种学校去啊 或者什么地方之后 就再也没去接孩子啊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说父母犯罪了 被关进监狱 那小孩没有地方去 所以就会选择这个政府 就会拿去给寄养家庭 还有一些就是父母 有一些虐待的情节等等等等啊 很多的原因就造成了很多的孩子 需要到寄养家庭里面去 那你想寄养家庭 它是非常需要有爱心的一群人 因为你家里来一个陌生的小孩耶 对吧 而且这个小孩又不是你生的 连亲戚也不是 那他们要负责这个小孩的衣食住行 要送他去学校 就是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照顾他们了 那非常有爱心的一群人 这群人是谁呢 其实在美国有5%的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他们在做这种工作 他们在给这些小孩提供一个家 那这个数字呢是普通人的两倍之多 另外呢有38%的虔诚的基督徒 都认真的在考虑过少年孩子 为什么 很多人就说这个有圣经依据吗 说这个基督徒为什么这么有爱心呢 其实有在这个诗篇68篇 在这里面讲说 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 做寡妇的深渊者 神叫孤独的有家 所以很多人是抱着这样的一个爱心 就是说这个小孩很孤独 所以我要给他提供一个家 我不会因为神说要叫这些孤独的有家 但是呢现在加州一个参议员 哎旧金山选区的 住在旧金山的朋友们 下回可千万别选他了 一条那个努力要把这个人给弄下来 那这个人叫什么呢 他叫Scott Winner 很多这个吸毒的法案呢 也是都是他写的 非常邪恶的法案 都是从他的手里出来的哈 那这个人呢 还有个中文名叫微善高 这个微善高呢 就写了一个法案 叫做SB407号法案 这个法案呢就是关于寄养家庭的 如果这项法案通过将会怎么样呢 将会禁止基督徒 还有其他的这些对性别 以及性行为有传统观点的人 这些人将被禁止成为寄养父母 这个参议员声称什么呢 说现在加州需要寄养的这些孩子 有30%都是LGBTQ 就是我们刚才讲过那些同性的变性的 然后性别混淆搞不清楚自己是男是女的哈 这些孩子他说有30%都是这样的孩子 那他们呢要确保这些孩子不能受到寄养家庭的精神虐待 每一位这个愿意收养孩子的这个父母呢 都必须要愿意以国家期望的方式来抚养这些LGBTQ的儿童 就是你必须要承认他们现在在说的东西都是你认同的 同性啊变性啊 而且你必须要支持 这样的话你才有收养的资格 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持有一男一女的两种性别的这样的观念 你坚持一男一女的婚姻 这样的人你就会对这样的孩子产生虐待 因为你的想法已经在压迫这些LGBTQ的小孩了 所以你如果要是给这个小孩哈 说我收养了之后发现这小孩有各种心理上的问题 你要是给这个小孩传福音啊 你要是让他了解神的一男一女的创造 那么你就是在给他进行一个性别转换疗法 你是在试图让他变成你期待的样子 你在试图让他变得正常 这个就是对孩子无法容忍的虐待 所以这些外里邪说真的是让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忍受 对不对 这是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而且是要以一个政府的一个角度去管所有的家庭 他们不是my body my choice 就是说你不要来碰我的身体 现在怎么别人的家里面他都要管的这么 对而且你说现在大多数这个领养家庭都是基督徒在做 那这些这么清楚真理的基督徒 他们一定会按照真理的方式去养育孩子 而且他们一定会真的很爱这些小孩 他们这样的话这小孩真正得到医治 真正得到释放 但他们就是完全拒绝 就是你们这批人 你们就不可以领养了 但你说这样要不领养的话 之后大概有一大半的这个可以收养的家庭 已经都不符合资格了 那剩下这些小孩又怎么办 不是这只会导致一个情况 就是政府创造出来的一个领养家庭 对 然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政府控制 一切都是只是钱 所有的小孩都只是他每一个月 会拿到多少政府补助的一个东西而已 所以非常邪恶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一起看一下说这个法案 在加州议会里面 大家在一起发言辩论的情况 如果要成为了孩子 有一个研究的规定 有一个计划 这些必须要提供 这些能力 能够专业的医生 和这些人的性能力 和这些需要 能够的需要 如果能够的角色 能够不够的需要 他们应该不够的需要 他们应该不够的 如果一10年代有10年代之后,他们就要求了再做LGBTQ, 那你做得到? 如果我们要做出所有的正习孩子, 这些正习的男孩, 就是肯定是在整个环境上, 它可以做直到现在, 然后他们就知道了他们的第一名, 他们就要出现了自己的敌人。 but quite frankly it's not enough and lgbtq foster youth are being re-traumatized every time they are placed in a home that is not accepting or affirming of their identity when government comes into my home and dictates to me how i'm going to raise my family and environment and the values that i have to establish it's no wonder we are as a nation as a state as a community where we are today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talk to us today i think that's where this bill the only reason i'm in opposition thank you sir this is a large chunk of the foster youth um population right it's almost just like a few kids so we're just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y're in in the right homes and it's really straightforward it's a huge number of these kids um but the second thing is there's so many kids we don't know so they're being placed in a home when they're one or three or seven or ten or twelve or whatever and we have no idea if they are lgbtq and at some point they come out and that if that parent is hostile that's a huge problem i want to be clear in terms of opposition no this isn't about people's opinions people can have whatever opinion they want this is about how you are going to raise a child and treat that child so if you are going to if you if you have your own opinions about lgbtq people that and that means that you can have those opinions but if that means you're going to try to put your child in conversion therapy and by the way the california catholic conference has opposed every effort to get rid of conversion therapy in california which is psychological torture so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you are not putting kids in the homes where they're literally potentially gonna have violence committed against some or torture that's all this is 就是他們可以在台上這麼義正言辭的說出來這麼無恥的話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別 而且每一個人上去都好像自己在做什麼善事 剛剛我們討論的法案是奪取學區的權利 那現在這個就是要奪取家庭的權利 這個法案不會停在寄養家庭而已的 這個孩子裡面絕對會延伸到所有的家庭的孩子 小孩子在學校一天八個小時被上一個法案洗腦 然後被學校的老師教育成安提法跟BLM 每一個都變成只要性愛跟自由的神經病 其實在我國中高中的時候就已經有這樣子的教導了 常常學校的老師會說你的父母很保守 你的父母思想很古板 依照我在讀Arcadia High的經驗 他們還可以說你的父母什麼都不懂 連英文都不會 不懂什麼才是美國真正的文化 讓孩子貶低父母 讓孩子的開心認同感 來自於學校老師以及社工 之後孩子再跟這個社工說 我在家裡過得不開心 我爸媽還會打我 我在家裡不能做自己 社工就會安排你的小孩用法律的力量 用政府的力量奪取你的孩子 你的小孩就會被送去一堆只接受LGBTQ的這些寄養家庭居住 這也是對於教會的攻擊 在美國甚至全世界絕大多數的孤兒院 全部都是基督教的機構建立的 基督教天主教建立的孤兒院 全世界到處都是 美國更是接近90% 這個法案在說的就是 在加州所有的孤兒院都必須要接受LGBTQ的思想 所有的關於基督教的孤兒院 要不然就是妥協 要不然就是關門 他們要取代的是父母的概念 同時要重新定義 家到底是什麼 他們要把孩子當成是他們的武器 他們的子彈攻擊的對象就是基督徒 那麼政府做這些東西 他們最終想要達到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那自從人類有歷史以來 家庭跟政府的關係 一直都是處於一個拉扯的狀態 家庭是抵抗暴政最重要的元素 只要一個文化的家庭觀念非常強的時候 那個文化就不可能被奴役 幾個家庭家族組合起來 還可以形成一個反政府的一個集團 這個歷史也是到處都有 這個不只是在美國的文化而已 世界上所有的國家的文化 都是不斷的在鼓吹人要愛國 超過於愛家 這就是為什麼中文裡面 country會是國家兩個字 目的就是要把國跟家的概念完全模糊 任何體育比賽強調的不是什麼 為家天才 而是為國爭光 古代的故事 家庭就必須要犧牲的 岳飛他媽在他岳飛的背上 刺上金鐘報國 忠孝兩全 中國跟台灣最愛這個拍的那種愛國片 最喜歡說就是沒有國哪有家 自古以來所有的政府都是想要摧毀家庭的 所有的人都可以以國為單位無條件的付出 甚至犧牲 我我個人可能會為了我的家庭 我的小孩犧牲 但是你若要我為美國犧牲的話 那就要看是什麼樣的美國了 現在的美國我絕對不可能為這樣子的國家犧牲 但是這個樣子的想法不是政府可以接受的 政府就是要處心機率的試圖摧毀家庭這個神造的概念 以及每個人愛自己家庭的私心 他們是透過愛國情操 情緒勒索都沒有用 冷戰之後 美國發現了一個最好的方法 就是使用每個家庭的不定時炸彈 每個家庭都一定會有的問題 就是小孩以及小孩叛逆的青春期 現在我們各式各樣的法案看到 就是可能是在摧毀孩子的生殖器 可能是在摧毀孩子的人生 可能是在摧毀整個國家的這個道德價值觀 但是他們的目的 只是想要利用孩子的叛逆來摧毀家庭而已 因為當一個沒有家庭的社會成立了 共產黨的人民公社才可能有用 大鍋飯才可能真的有用 愚蠢的土法煉綱才可能真的會有人願意聽 然後真的會有人願意去做 沒有家庭的概念 人就變成了一個完全服從的機器 這個樣子就可以完全的被政府奴役 政府的目的就是要來奴役我們 而且現在所有的性解放性教育LGBTQ 都只是在攻擊這個唯一支持我們的社會 道德信仰的武器而已 左派他們不會生小孩 他們提倡變性結紮同性戀 他們只能奪取你的孩子 只能透過洗腦你的孩子 來摧毀你的家庭 而且他們會說的很好聽 他們會說他們要保護每一個孩子 沒有一個孩子應該是孤單的 沒有一個家庭應該是孤單的 沒有任何別人家的小孩的概念 小孩是我們共同的資產 所以每一個孩子都應該是國家的 這個不是我自己說的 是美國的總統Joe Biden自己說的 我們看一下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看到這種政治人物說出這種話來的時候 很多人其實是不會當一回事的 很多人是不會覺得說他就這樣說了 或許他就是說走嘴了 或許他就是沒有準確他要表達的意思 或許他根本就不是這個意思 他只是這樣一說你不要想太多了 其實並不是的 你所有看到這些政治人物 他們講出來這種話 他們太知道如何用詞 然後他們太知道一個句子表達的意思是什麼 他這個東西絕對不是嘴上只是說說而已 他們說過的東西他們真的都在做 他們在這方面還蠻誠實的 就是他會透露給我們 說他們到底要幹什麼 那如果你聽到他說這種話 你還是覺得說他是特別隨便說的 那我覺得就是實在是太單純了 他們真的在做這樣一個事情 而且這樣一個事情也完全符合現在所有發生的情況 也完全符合接下來他們計劃的這樣一個走向 你都可以完全清楚的看到 所以在這種時候我們應該怎麼做 就是在所有的這些政府集結起力量來要來奪走孩子 或者是他們在散播各種這種亂七八糟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做 這個是幾乎我們每一個影片都在強調的事實 就是Homeschool 我必須說如果你在加州的話 你沒有任何其他辦法 現在領養機構要變成LGBTQ的地獄 公立學校已經變成道德倫散的地獄了 未來私立學校也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不是我在這邊講然後嚇父母的 這個事情是在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好幾次了 法國大革命的時候也是這個樣子 希特勒的希特勒青年也是這樣子 斯達林的先行者 毛澤東的紅衛兵 全部都是一樣的概念 大人們你們乖去上班 OK 安心的去上班 放心吧 為了國家提升國家的生產力 小孩國家顧就好 OK 國家會把你的小孩 顧成跟你一樣聽話 乖乖的好努力 聖經上面出埃及記20章12節上面說 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 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這個是十戒裡面 唯一一條説命上面顯到 為什麼要遵守這個説命 為什麼要孝敬父母 因為神所賜你的地上 這個就是家庭得以長久 延續家庭的概念是極度重要的 家庭代表著自由 家庭代表著快樂 家庭代表著你可以延續 聖經上面說的是孝敬父母 也就是說父母的工作就是要當一個值得孝敬的父母 父母要做的就是保護家庭 保護好自己的孩子 管理好自己 而且守護孩子的價值觀 我們不可以再把教育丟給國家了 我們不可以再把我們對孩子的期望寄託在政府上面 沒有錯 你的確是在付地價稅 你很不爽你每年要付這麼多錢 然後給學區 不實用的話好像在賠錢 但是 凱撒的歸凱撒 屬耶和華的就給耶和華 你的孩子不屬於凱撒 你的孩子是神給你的家庭最重要的禮物 守護這個禮物就是一個值得被尊敬的 honorable parent 你該做的事情 你很害怕那家庭的收入會變少 你不知道該怎麼過 你不知道你沒有教學過 你沒有教過小孩 這些全部都只是藉口 這只是你不想要面對事實的理由 你如果不起來當一個值得被孝敬的父母的話 你的兒女也會變得跟你一樣困惑 甚至更可怕的是他們會變得跟左派一樣 甚至墮胎殺死你的孫子 變性讓你沒孫子 你不當個值得孝敬的父母的話 神所賜你地上的就會在你這邊中斷 所以呢做家長啊 我們要這麼來做 這其實是一個責任 而且是一個不可逃脫的責任 那如果你不是家長 如果你是一個基督族的話 那下面我要說的話 你也必須要知道 在西伯來書12章的25節 在這裡說 說你們必須謹慎 切勿拒絕對你們說話的上帝 因為以色列人違背了在地上警戒他們的人 尚且逃脫不了懲罰 何況我們違背 從天上警戒我們的上帝呢 其實神一直在對我們說話了 神在通過現在發生的各樣各樣的事情 在對我們說話了 但是我們可以在這個時候做出一個選擇 我們的選擇是什麼 你當然也可以裝作聽不見 對吧 就是很多人把我們的節目發到禱告群裡 然後人家也拒絕禱 然後也說不要再教會講這些 因為這些都是政治 你當然可以裝作什麼也聽不見 你當然可以在別人把節目都轉發給你的時候 你都不簡直聽一下 或者是你聽完了之後你說這些都是政治 我拒絕為這個東西祷告 你當然可以裝作什麼都不知道啊 對吧 但是呢 我們也可以有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我們真的看見 現在在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在你看完了之後 你認真的思考 現在這些事情 對我們來說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是否選擇要謹慎聽 對我們說話的神 然後你再做出你要做的選擇 很多人就說 那現在這情況變得也太糟糕了 雖然我們是基督徒 可是我們都是平民老百姓對吧 可能我們一個月都掙不了多少錢 我們養活自己家還困難 我們真的有辦法 可以跟加州的州政府來對抗嗎 可以跟這些左派的人來對抗嗎 甚至跟周拜登 他們這些什麼國家的總統 有錢有權的人來對抗嗎 我在這裡給你講一個例子 我們可以發揮我們的影響力 而且我們的影響力即將是巨大的 在《使徒行傳》的第四章這裡面 你可以看到 在廣場上聚集了很多的人 那你知道在那個環境裡面 你講耶穌是非常不受歡迎的 你跟他們講說耶穌就是彌赛亞 這個事是完全沒有辦法讓人接受的 對吧 但是在《使徒行傳》第四章這裡面說什麼呢 說因為彼得和約翰宣講 借著耶穌死人可以復活 他們非常惱怒 但是有許多聽到的人信了 男人的數目約有五千人 第二天 官長長老和律法教師都聚集在耶路撒冷 大祭司亞拿以及蓋亞法 約翰亞利山大和大祭司的許多親族都在場 他們令使徒站在當中質問道 你們憑什麼權柄 以誰的名義這樣做 那這個時候呢 彼得就被聖靈充滿了 他就大膽的為耶穌做見證 說了一篇非常有激情的話語 之後呢 最後一句他說 除他之外 別無救主 因為普天之下 沒有賜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他這一篇激動人心的演講 發表完了之後 在場 我們剛剛看了在場誰 全都是當官的呀 大官的小官的 然後平民老百姓 全部都是人 但是這裡的反應是什麼呢 在場的人看到彼得和約翰的膽量 又知道他們原是沒有學問的平民百姓 都很驚奇 他們認出這些人跟隨過耶穌 哇哦 多麼驚訝的一個結果 對呀 他們當著所有的這些大官 你可以想像 那個周拜登 站在那兒 賀錦麗站在那兒 Gavin Newson 所有你能想到這些大官 全部都站在那兒 這個人是吧 彼得被聖靈充滿 發發發發 講出一大篇 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 讓老百姓看出來 他們是跟隨耶穌的人 老百姓是怎麼看出來的 老百姓一個是在場的人 這裡說什麼 說一個看到彼得和約翰的膽量 這膽量不是一般人 我們講你可以妥協嘛 你為什麼要當著他們的面 去講這些東西 你知道你的下長 你可能會被盯十字架啊 你可能以各種的酷刑 你被殺死啊 哪裡來的膽量 敢跟他們這些人講說 耶穌就是神 是當時完全違背 當時的政府 當時的宗教 所有的東西 他們講出來這樣一個 再上人看到什麼 看到他們的膽量 然後又知道有什麼 又知道說 這幫人嘛 就是沒有學問的平民老百姓啊 也不是哪個大學的教授 也不是有錢的 什麼有錢人 哪裡來的膽量 又是沒有學問的平民百姓 怎麼講出這些話來 後來 他們憑著這兩點 想起來說 哎呀 為什麼這些人不一樣 因為這些人 跟隨過耶穌 這是使徒發出來的 巨大的影響力 他們不僅呢 敢於在當時的環境下面 大膽地宣講耶穌 而且 關鍵是 他就這麼講 在人看來都是一個笑話 而且是非常被冒犯的 很多聽到的人居然都信了 在當時講說 男人的數目就約有五千啊 那你說男人信了 老婆肯定也得信 那孩子也得信 所以你說一家 那得有多少人信呢 在場人看到他們的膽量 又知道他們是沒學問的 根據他們的行為 他們認出了這些人 是真正跟隨過耶穌的 真正跟隨耶穌的人 他做和神心意的事情 是會產生出巨大的影響力 而且這個影響力會超乎我們的想像 超乎我們自己 對本身的有限的理解 這個經文實在是太 以前怎麼就是讀過 然後就沒想這麼多 就說OK 他們兩個大老出 然後什麼什麼 今天看到這個新文 然後再結合了一下 就覺得 對的確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聖經真的是一本活的書 然後可以讓兩個大老出 然後可以講出來智慧 讓這些高官全部都了解 我相信很多的人看我們 也就是兩個 大老出 對 大老出 小老出 OK 然後我剛做事工的時候 我遇到一個基督徒 然後最傷害我的 其實就是那個人 後來跟我的老婆說 我就不相信以後他孩子 他可以教成那個樣子 我就不相信他的小孩 可以做到他說的那些東西 那我當下聽的是非常非常難過的 因為我覺得 你是一個基督徒 你信主信的比我 至少多出個20年 然後你又是我的前輩 又是一個基督徒 又是一個這個東西 然後你又帶小組 又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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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信 你自己讀的東西 你都不信你自己 教出來的東西 或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自己在信什麼的時候 然後你去這個樣子做 這就是為什麼 我一定要去把我的小孩帶好 我一定要證明說 神的話 是可以拿來教小孩的 神的話是可以帶給小孩自由 而且帶給小孩喜樂 神是真的愛小孩的 而且依照他的話去教導小孩 小孩會變得更開心 會變得更好 我們這個世界需要的 不是更多錢 不是更新的iPhone 不是什麼PS5 PS6 PS7 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娛樂 來麻痹我們自己 來麻醉我們自己 我們需要的是神的話 我們需要的是目標 每一個父母 你們最重要的目標 你只要有家庭的話 你就是要出來好好的帶小孩 沒有任何的一個借口或是什麼 不是說我只要賺錢 把錢丟給我小孩就好 如果小孩是可以用錢堆出來的話 台灣那個性侵好幾個女明星 那個李宗睿 他們都不會出來頑固子弟 他們全部都會是品學兼優 然後呢個性良善的這些好人 我們要給孩子的是愛 愛是什麼 愛不是他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他們想當個變性人就當變性 他們想當同性就是當同性戀 愛不是完全的接納他 愛是要告訴他們真理事實 讓他們在神的律法當中可以做自己 讓他們有一個禱告的概念 有跟神一起合作的概念 讓他們有一個真正永和的天上的父親的概念 不是說把他們丟給學校 讓他們隨便去弄 然後說我都有禱告啊 我都花了很多錢啊 我都有帶他們去上補習班啊 孩子需要的是你 他在上課的過程當中 最需要的就是你 你不是只是他回家的時候 你陪他做功課 或者是他在上學的時候 他考試的時候 你督促他有沒有去好好去上補習班 他需要的是跟你在一起 每一個孩子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選擇Homeschool 我求求各位父母不要再找理由了 選擇Homeschool 而且真正的來去愛你的小孩 真正的親自來教育你的小孩 你會讀得到很多 跟你的小孩一起溫故而知心 然後呢再帶你的小孩一起讀聖經 你要愛你的小孩 最好的方法就是親自的跟他一起去學習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自己啊 因為你真的可以產生巨大的影響力 我們可以學習使徒的樣式啊 我們可以學習他們的信心啊 我們可以學習他們對神的這樣一個順服啊 我們可以做和他們一樣的事情 人就會看到我們的行為 他們會看到說你如何教育你的小孩 你如何帶領你的家庭 他們會從你的身上看到耶穌 他們會從你的身上看到神 我們也希望神將這樣一個影響力 能夠賜給我們 在我們好好做一個真正基督徒 真正跟隨耶穌的基督徒的同時 我們可以影響到別人 讓人也能因為我們 看到我們這樣就說 哇這些人真的不一樣 他們的膽量哪裡來的 你看這幾個人 雖然看起來好像那個小貓兩三隻 但是他們如何能夠有這樣的膽量 他們口中怎麼能說出這麼有智慧的話語 雖然他們在社會上好像 並不是什麼很高地位的人 我們可以通過我們這樣的方式來見證耶穌 我們可以通過我們的方式來見證神的話語 是真的大有能力的 所以大家這個鼓起勇氣來啊 一定加油 你能被神使用的程度 遠遠超出於你自己的想像 給你自己一個機會 給神一個機會 讓你自己真的可以成為一個神大能的器皿 來試試看 神要給你的家庭 要給你的人生做多麼不一樣的翻轉 好的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不管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你對今天這兩個法案 你有一些想法 有些討論 都歡迎在我們的頻道下面留言 也歡迎呢 如果你身邊有很多家長的朋友 或者是你是基督徒的話 鼓勵你轉到你的教會去 鼓勵你轉到你們的禱告會的群組去 這些事情需不需要禱告 這些事情當然需要禱告 這些事情需不需要我們做出行動 這些事情當然需要我們做出行動 所以鼓勵你不要害怕被人拒絕 你可以做出你的那一份 他們是否拒絕是他們的事情 但是求主來賜給你勇氣 賜給你力量 讓你來奉上你可以做的這一部分 好的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是弗麗莎 我是伊特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拜拜